網路傳播充實人類知識生活 卻也夾雜虛假與不當內容 面對假消息泛濫 民間團體台灣事實查核教育基金會 結合台大新聞研究所 將研究成果發布 提醒民眾如何遠離假訊息 在這樣的調查當中 我們特別跟台灣大學的三位教授 來合作 請他們進行專業的指導 包括了台大新聞所的 洪正寧教授 謝吉隆教授 以及台大政治系的徐柔宗教授 那麼在三位合作的這個過程 我們大概有長達半年的時間 在今年1月 我們正式發表了調查的報告 我們看到在過去一年當中 認為假訊息有接收過的民眾 非常地多 大概在七成大 那其中呢 甚至有大概三成二等民眾 是經常收到假訊息 而且比較麻煩的是 許多的民眾都會認為假訊息的傳播 會影響了社會信任 或者是政治信任 例如說對媒體工作者 或者政治人物的信任度 最有七成的民眾認為會受到影響 可見假訊息對台灣的社會 的確是有滿嚴重的衝擊 假訊息現象與事實查核成效 調查發布與主題論壇邀請學界分享研究 也討論出民眾 普遍的目前是認識到有這些查核機制 可是使用程度是偏低的 所以我認為這可以改善 那第二個是民眾對於事實查核機制的公信力 如果有使用經驗的人呢 對於他們的公信力的評價相對是高的 最後關於問責的部分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民眾認為說對於這些要減少不實訊息散佈 大眾媒體的責任大家是抱持著高度的期待 第二個有九成以上的民眾也支持政府應該要立法 來要求網路平台針對內容進行自閉 第三個重點在於可能限制言論的時候 那對於政府的責任的介入跟網路平台的責任 我們從調查的結果看得出來 大概是有七成的民眾是支持政府跟平台要負起責任的 調查也提到過半民眾知道民間的事實查核機構 但實際使用情形卻仍有過半數沒有使用經驗 有在使用的民眾有四成三 知道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也多半相信此單位有公信力 機構也會秉持這份正向評價持續推廣下去 記者溫宇君台北報導 好